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去年發生的721事件 至今已經超過一周年 但事隔這麼久 香港警察都只是拘捕了37人 而當中更是只有7人遭到檢控 但這個世界天網恢恢疏而不留 民間的力量認真厲害 上星期 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在Facebook那裡公佈了 有80多個在721當晚 有份參與元朗施襲案件的白衣人大頭照 有網民看完後 認得出其中兩人 原來現證身處在英國劍橋居住 而且這兩人仍是兩兄弟 根據網民爆料所說 這兩名白衣人同樣有份參與 721元朗襲擊事件 大哥叫做Steven Ng 弟弟叫做Terry Ng 這個Steven Ng 在劍橋那裡擁有兩個物業 都是租給其他人做中餐館的食店生意 這個Steven Ng 在以前自己開設日本料理的食店 根據爆料的網民所說 就說在721事件發生以後 其實都有人認得他 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有相片 於是乎不了了之 現在這80多人的大頭照被公開了 故事可以比較得到 這個爆料的網民就說 肯定就是這個白衣人 好了 這個消息逐漸傳到英國的政界 因為很多網民在Twitter那裡 一直舉報 好了 這個消息就傳到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 培倫德那裡 培倫德大有來頭 他在去年極力推動 癡奪何君曉大議員的 安德魯亞老師金大學 榮譽法學博士銜頭 他最終就是得償所願 好了 現在培倫德就說 對於有懷疑白衣人 在劍橋居住的事件感到震驚 他就說 英國是不應該成為這些人的避風堂 稍後會提出議案要求跟進 所以這件事已經驚動到英國的政界 而且《太陽時報》也對這件事作出了報道 故此英國政府 接下來一定會正視這件事 肯定就是要將這些白衣人 承之於法才行 林卓廷同時之間也寫了一封信 給英國內政大臣彭代寧 向他舉報 有兩名疑犯 可能在犯案以後已經返回英國劍橋居住 並且已經將相關的證據 包括他們在英國擁有的物業 和查冊的結果 以及所經營的餐廳地址 一拼轉交給彭代寧 林卓廷說 他在信中確認 自己曾經在元朗站 親眼見過這兩個白衣人 他還提及到 由於這兩個人 很可能在抵達香港以前 在英國的時候已經籌備相關恐怖活動 故此林卓廷要求英國當局 就著這個方向作出調查 若然發現有任何違法行為 就可以作出相應的行動 另外 現政身處在倫敦的羅冠聰說 他正在與熟悉英國法律 以及政界的朋友聯繫 希望能夠伸張公義 繼續求證、守證、進造 還七二一受害者一個公道 實情 羅冠聰現在正在尋找一些 當地國會議員去跟進 希望將事情推進得更加有效率 因為他提及 當地議員始終更加有在地的政治觸覺和手腕 也更加能夠籌劃到一個 能夠懲治這些惡棍的方法 老實說 一定要將這些白衣人承之於法才行 不能夠被他逍遙法外 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而且林卓廷所說的事情是非常對的 一定要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這兩個人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在部署犯案 雖然目前 英國和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 已經暫時停止了 但是 也無礙英國當局作出調查 因為這兩個人 有可能在721之前 還未來到香港 還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在部署作案 故此 英國絕對有權作出調查 而且到最後 還可以把這兩個人 剝奪英國國籍以後 遞界出境都可以 當然 英國是法治社會 司法獨立社會 故此 一定是會調查得公平公開公正 是不會老屈他 是不會冤禮了他 好了 實情這班傢伙 喂 很明顯他就是一個外國勢力 是不是 而且還用身體力行走去參與這些 襲擊事件 為什麼香港的建制派 全部不出聲呢 請問是不是輸打贏要 喂 之前經常說 怎樣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請問這一單算是不算呢 蛤 喂 他簡直是被人揭發 是拿了英籍的 是被人揭發 他在英國劍橋居住 而且是經營餐館的 而且是買了一些物業 租給人收租的 喂 這個是否是外國勢力的一部分 喂 出來解一下 沒有人出聲 現在就 這些就是輸打贏要 此外 這個721事件已經發生了超過一年 林卓廷在Facebook那裡 公佈了八十幾個 白衣人的大頭照 喂 德黎的反響就很熱烈 很多網民就開始逐個人頭去認 誰認識的話 就馬上將他舉報起底了 現在 直接遠去到英國 都被人認得出來 我真的很想請問 喂 在過去這一整年期間 你香港警察就住721事件 究竟是做了什麼調查呢 在上個禮拜 你香港警察就發表了聲明 就說明白公眾關注721元朗站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 就說一直都在調查這件案件 這樣 好了 我想請問 為什麼現在有八十幾個人是逍遙法外 還要這樣燈個大頭照出來 就是緝空的 喂 民間的力量都做到的事情 你香港警察做不到有沒有搞錯 網上邊按幾個按鈕 原來找到那些 哇 在英國他怎樣持有物業 然後對回這個人是不是那個人的身份 民間都做到的 而且直接找到是那個人 證實到 你香港警察 三萬多人做了一年都查不到 有沒有搞錯 怎麼服眾 或者你根本上有沒有做事 你怎樣令到市民信服 請問 很離譜 另外的就是 這兩兄弟的白衣人 實情他們的情感都相當之矛盾 一方面 他們就是 選擇了要移民去英國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又不擁抱英國的核心價值 都不止 還要返回原居地 參與721元朗站私集的惡行 喂 究竟這兩兄弟在想什麼 如果是移民得到去外國 好心就安分守己 如果你根本上都不信奉這個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核心價值 請問你又移民過去做什麼 你為什麼 為什麼不留在大灣區 所以 與其被英國踢你這兩個人走 不如你自己申請退出英籍好過 反正這些傢伙都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經常去屁住那支五星紅旗 與其住在英國劍橋做離岸愛國者 不如腳踏實地一點 回來香港、回來大灣區 九加二那些事 做回一個在地的愛國者 好過 這些人永遠都是這樣 說一套就做一套 口裡就叫愛國 行動就去較腳 完全是沒有說服力的 同時之間這件事 也是一個示範作用 就是對所有身處在香港的藍絲 是有所警惕了 因為無論這群藍絲持有BNO護照也好 或者是英國公民即是BC護照 甚至乎是其他外國護照也好 並不是代表你拿到以後就一勞永逸 若然你在香港乾泛了些 完全是違反民主、人權、自由 甚至乎涉嫌恐怖活動的事 不要以為可以逃脫 經常在網上罵人家蟑螂 又罵人家蟑螂 又罵人家黃絲 這些事全部可以一併交到英國內政部審核 若然你就算拿著BNO過去 不要以為住滿年期就一定行 人家說明是有審查的 到最後批語不批 全權就是由英國負責 若然這些藍絲被人發現到 原來長期在社交平台上 都是發表言論 是違反英國的核心價值 那麼英國會批這些人才期 豈不是等同於捉隻老鼠進入自己米缸 最後希望這些721白衣人 盡早成之於法 捉拿他歸案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